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对好友上了一个有夫之妇的故事 故事开始 死党小明和阿里送他们的女友上飞机 他们的女友一起出游去马来西亚游玩 他们真的很要好 一起开party 一起在泳池打手枪 真的无所不玩 小明是个富家子弟 但是一点也没嫌弃过阿里 他还带阿里出席了一些高档的聚会 在那里小明遇见几十年没见过的表哥 顺便尬聊了一下 好样子 他们在聚会打散的女子 他们谈了一些兴趣之类的事 女子喜欢去海边玩耍 哪里 那名女子是表哥的老婆 小明说原来是表嫂 她是我表哥 小明说即将会与阿里去某某海边 要的话可以一起去 表嫂说让我carrie看看 一晚表哥打电话回家要求原谅 原来她和别的女人睡了 表嫂很伤心结婚宣言 什么一生一世 简直就是屁话 某天表嫂打电话给小明 问道你们几时去海边 我也想去 小明说那么刚好 是今天等一下来载你 小明打电话叫阿里准备 因为表嫂要和他们去海边 他们去超市准备了一下后 就去再表嫂 某某海边是在远处 他们三人长途拔泻坐着车子去 一路上无所不谈 彼此的家庭背景 感情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累了就在旅馆过夜 隔天再继续上路 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气氛都很融洽 和两个小伙子在一起 表嫂也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他们到了某个村子休息一晚 小明来到房间 表嫂叫他 别走 他想要了 这时阿里经过也看到了 他很伤心 毕竟上比较少的人不是他 他一个人坐在泳池发呆 小明问道 要不要比赛游泳 来呀 游没几下 阿里就停了下来说 对不起 有一次我喝多了 不小心上了你的女友 小明很气 又说brotherhood 兄弟的牛都上 那么缺德 晚餐时分 他们之间的气氛 都有点紧张 不想和对方谈话 睡觉时 小明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是说过是兄弟 你还是人吗 阿里说 自己喝多了 control不到 小明真的越听越气 你这畜生 简直就不是人 他们再次上路 在路上 表嫂突然爬了去后座 说 想要监视一下阿里的老二 小明不同意 表嫂说 昨天我们只是一时兴起 换着是他进来 我也会和他坐 小明说 去你的 我不嫁了 我下车 小明坐在树下发脾气 阿里和表嫂 就在车里玩车 撑 完事后 表嫂安慰小明 为什么发脾气 你们救我去海边 还不是为了上我 现在你们都尝到我的包包 很公平阿 小明不爽咯 他就是想一人 独享不想分给别人 他们再次上路 小明说 死不相瞒 其实我也上了你的女友 几时 什么时候 那晚 看完王明志的演唱会 我送你回先 你还记得吗 敢你呢 你这家伙 怪不得先送我回 阿里想下车揍他 你这废物 下车 我要和你死过 生什么气 你还不是上了我的女友 下车 你这废物 快下来 我要宰了你 表嫂来圈架 阿里把他推开 表嫂说 你们很幼稚 什么brotherhood 还不是一样 为了女人 在那里吵吵吵 我受够了 我走 阿里下车说 表嫂要走了 我们劝他回来 你一次 我一次 就当打平 他们苦苦哀求 叫表嫂上车 对不起表嫂 我们和好了 以后什么事 都是你说了算 好吗 表嫂说 好 你们说的 我说什么就什么 他们再次上路 走到半夜 他们停在一边睡觉 一醒来 原来他们终于来到 他们的目的地海边 他们玩水上活动 在那里 他们认识到新朋友 原来是住在这附近的居民 居民带他们去村庄过夜 他们在那里喝酒聊天 玩得非常尽兴 喝到军军的 他们 想要了 他们要玩三匹 隔天 小明就朝着要走 出来了那么多天 该是时候回去了 妈妈会担心 表嫂还不想走 他叫他们先回去 他会搭巴士回去 表嫂一人都留在村庄 五年过去 小明在街上偶遇阿里 原来自从那次海边之旅后 两人都没再联络 他们在咖啡厅聊起彼此的状况 小明告诉阿里 表嫂去世了 原来那时候去海边 他已经得到默契癌症 难怪会那么疯狂 和我们玩三匹 试过境迁 很多事情都变了 他没有之前那么的要好 小明说不聊了 我先走 Bye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你是不是很久 没有联系你的朋友了 电话拿起来 打给他 关心一下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